来看到这是一名40岁的父姓男子上午他要搭搬机前往日本 结果在没有办理报道手续的情况之下 一路就从登机入口护照查验进到了后机室 最后登机的时候被地勤人发现这名男子居然没有登机证 拒绝让他登机才把这名男子给挡了下来 不后来发现双方都有疏忽并不是男子故意闯入 最后呢在下午终于是顺利搭乘飞机前往日本 结束半天的机场徐金 终于能顺利通关父姓男子戴着口罩 身穿黑色羽绒大衣 推着随身行李悠闲走向登机口 但面对提问却显得有些尴尬 那是什么意思 聊一下 其实这名年约40岁的父姓男子原本预定早上 就要飞往日本雨田 但男子以为在以往只飞国内线的松山机场搭机 就不用比照国际航线提早两小时check in 因此原定七点半的班机 父姓男子只提前十分钟才到 由于航空公司已经关柜 男子就这样直闯登机入口 一直到被地勤人员发现 怎么会没有登机证 因此拒绝让他登机 也不愿意帮他补办手续 双方还因此发生口角 但航警局进一步了解 父姓男子直闯登机门 双方都有疏忽 因为负责把关的航警疑似 因为是新进人员不熟悉作业流程 虽然有查验护照还有电子机票等证件 但误把定位记录当成登机证 草率放行 再加上父姓男子采用自动通关 刚好躲过移民官的查证 才会直通登机门被地勤人员拦下 也就是说父姓男子是合法闯关 并没有硬性闯入 因此没有进一步追究 而航空公司也帮他把航班 改到下午顺利前往日本 但第一线的直勤人员马虎搞乌龙 恐怕也增加了民众对松机的不良观感 记者王山伟和慧荣台北采访报导